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顶级炼器时能拿出来 这大统领的炼器术应该比我还强 我炼制灵主宝器必须百里清销帮忙 而这大统领单凭自己炼制出的就是顶级灵主宝器 比如这座府邸散发的能量波动明显不在我的风云府之下 傲锋暗暗思亮着 大统领目光深邃地望着夜蕊蕊 与众心肠道 蕊蕊啊 这段时间好好修炼 静一静心 收敛收敛你的脾气 我不想你三叔的悲剧再次出现 如果你父亲因为你的任性 而有了什么闪失 你也不会高兴吧 提起三叔 众人齐齐面色一僵 夜蕊蕊也目光颤抖了一下 沉默地点了点头 脾气再不好 也不会乐意伤害到自己的父亲 大统领见状 微微眯起狭长的眼睛淡淡一笑 她觉得 这小妮子还不算完全无药可救 只见她轻轻一招手 夜蕊蕊便被收入了府邸之中 光芒一闪 那座府邸便缩小到尘埃般大小 看不见了 解决了夜蕊蕊的事情 大统领的目光便再次落到奥峰身上 眸中闪烁着奇特的光泽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当他看见这个有点酷的小家伙 他都会生起一股与之亲近 将他留在身边的冲动 刚想到这里 突然瞧见奥峰向他走了过来 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瓶子 里面装了小半瓶的墨绿色液体 塞到他手中 大统领不由地愕然了一下 这是 吸血鬼的血液 奥峰怂怂肩膀 看看他的眼睛淡淡说道 我想 你或许是需要这个吧 我只弄到了这么多 都给你 再多的我也拿不出了 奥峰并没有说谎 在吸血鬼成为他认可的伙伴以后 他就不会为了炼制换气 去放他的血 那是他的炼气伙伴 不是养着炼气的工具 奥峰从来不会做 伤害自己伙伴的事情 战队中的人们一听 却是暗暗皱眉 站在大统领身后的贝利 率先怒道 你这小子 那么大一只吸血鬼 就这么点血吗 你骗谁呢 大统领棱眼扫去 将他的话头堵住 随手接下瓶子 凝视奥峰 轻笑一声 小家伙 那本来就是你的战利品 没必要给我什么 不过呢 我确实需要这一味材料 就收下了 断了断 他又举手拍了拍奥峰的肩膀 低声熟和道 还有 不管有什么原因 我信你 我会骗我 奥峰胸口 没来由的一暖 黑桶里略过感动 一向性格颇为冷酷的他 其实并不在乎别人 如何看待他 就如这支战队中的 其他人一样 但他却不希望 这个男人误会他 而他也没有让他失望 师父 追云也是要去百里门 就让他和我们同行吧 秦霜看着两人关系良好 眼中也展开了笑意 在一旁插上话来 追云 现在百里门周围高手如云 强者势力非常多 四处山头 估计都被人占领了 没有团队恐怕很危险 你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 这怎么行 贝莉瞪大了眼睛 当即连声反对道 就算今天的事情 不是这小子的错 他也未必不是 故意来接近我们的 连续两次和我们撞伤 那倒还是巧合吗 出口 冷冷喝断贝莉的叫嚣 大统领眯起眼淡淡的 贝莉 你是不是也想进我的府邸 修炼一年半载 贝莉一正 愤愤然收声 他知道这个男人 从来都是我行我素 他决定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得了的 大统领对奥峰的目的地 并不意外 这个时候 来到混乱大漠的 有几个不是去百里门的 他望着奥峰轻笑道 以小家伙的实力和年龄 到了那儿 随意挑战几个高手 自然能够一战成名 能亲眼目睹一下 也是一件乐事 不过 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一切就要以团队利益为先 不说能给战队带来好处 起码 不能伤害到这个团体 追隐小兄弟 你愿意加入我们队伍一起走吗 奥峰本来就想找个团队混迹 现在有这个机会 自然不会推辞 当下淡淡笑道 我当然乐意 大统领放心 就算我惹了什么麻烦 也不会牵扯上战队 大统领眼中 笑意更深 这小家伙 倒真是聪明绝顶 合他心意 一听就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不敢惹事 才是庸才 他一向不喜欢那种庸才 但叶蕊蕊 那种惹法就是蠢才了 奥峰如此聪慧 让他放心得很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继续上路 大统领一挥长长的斗篷 队伍再次开靶 近千人的团队 再次向着百里门进发 由于杀之恶魔的阻拦 已经不在 途中便遇见了不少 同样向百里门进发的 小型战队 及独行强者 甚至还见到几支 比这支战队 规模还大数倍的 大型战队 南方大陆 有数千领地 很多来自于 各方领地的领主 生怕在这种 人吃人的地方 遭到大型战队的 团体灭杀 便也组团前行 百名领主 一起组团的 大有人在 只是内部关系 有时候不太和谐 有一些大型战队 极其庞大 浩浩荡荡 有的甚至超过了万人 远远望去 就如一支军队似的 在这种环境里 奥峰等人这支队伍 就好像沧海一宿 散落在茫茫大漠中 极为不起眼 混乱荒漠 不愧于混乱而自 每前进一段路程 就能见到好几处 极为血腥的混战机斗 有的还是整个团队的 数百人混战 杀声 喊声 响成一片 刚开始 奥峰还会诧异地 投去几缕目光 到的后来 也像战队中一样 目不斜视 不再注意了 那些战队人数虽多 却没有一个 有这支队伍强大 真正厉害的强者 不是数量能弥补的 正常情况下 上千审帝敌不过一名领主 而上千领主也敌不过一名领主巅峰强者 奥峰这样的变态 另当别论 那些万人队伍之中 也不见得有一名领主巅峰强者 途中遇到什么麻烦 大统领直接派遣一名领主巅峰高手 出去瞪一眼 就能吓得他们落荒而逃 其实 奥峰对大统领的身份甚是好奇 但他既然戴着面具 肯定不想让人知道 他也就不去询问打探了 人家都没有介怀 他戴着面具隐藏身份 他也不好让他为难 队中强者的威慑下 没有人敢对奥峰这一行人动手 行路甚是迅速 只是突然多出了奥峰 让众人颇不习惯 气氛有点诡异 一路上 秦霜和奥峰两个年轻人 甚是亲热地凑在一起 掉在队伍的最后方 低声谈笑 没有了叶蕊蕊这个大麻烦缠着他 秦霜心情相当不错 细细地向奥峰介绍着这支队伍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还好 咱们这边 就晚了 就晚了 那边 我们下一个 这边 还有这边